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4月14号星期一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周 各位好 我是宝申 在当前中共反腐斗争中 中央巡视组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官媒报道 自2013年5月起 已经有13个被巡视地的82名党政官员和人大政协委员被查处 中央巡视组重任在间 掌握着各地各部门官员的生杀与夺大权 有人认为他是中共反腐利器 也有人形容其为现代锦衣卫 我们首先请专家进行分析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卷入的腐败丑闻案至今仍然没有公开落地 最近有消息称周永康求助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得以筑起一道防波堤 那么这道防波堤究竟是为谁而住呢 周永康案是否将成为无法落地的悬案呢 美国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今天也将请分析人士一同探讨 请你锁定收看 不过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 乌克兰部队与亲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发生冲突 失踪马来西亚航班的搜救者将派出潜水艇协助搜索 联合国表示各国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远远不足 《华人论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波音公司保持联好关系 这对他竞选总统将有帮助 在美国犹太社区开枪扫射并打死三人的72岁男子 与3K党有关系 乌克兰部队与分离主义者发生致命冲突 今日美国报白人之上主义者在美国堪萨斯州开枪杀人 有三个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祖父 搜索马来西亚失踪客机的奴隶将在海下进行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中东地区爆发致命的传染性疾病 沃尔玛抗议中国对其罚款不公 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针对其国内的生产商 而不是瞄准零售伤 洛杉矶时报 乌克兰领导人镇压分离主义者 莫斯科召开紧急国安会议商讨对策 好的 以上是今天美国无大报的头版新闻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乌克兰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警告说 将对占领政府建筑物的 其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发动全面的反恐行动 土耳其诺夫承诺放下武器 和平撤离的人将得到赦免 但他表示不会允许俄罗斯用上月兼并克里米亚的方式 来夺取乌克兰的东部地区 到目前为止 其俄罗斯示威者还没有显示 服从土耳其诺夫命令的迹象 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日晚间举行的紧急会议上 俄罗斯受到严厉指责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说 乌克兰的不稳定局势完全是人为的 他表示这种局面是在俄罗斯一手策划下产生的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兰特说 卫星图像显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 集结了4万全副武装的军队 俄罗斯坚称有权保护说俄罗斯语的人 并声称这些人在乌克兰受到威胁 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临时政府持反俄和反犹太人的极端主义立场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切尔金说 西方的力量和影响足以让乌克兰参加对话 而不是诉诸武力 乌克兰大使谢尔盖耶夫说 俄罗斯言行不一 他敦诉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犯乌克兰主权 另外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主管俄斯顿 星期一表示一艘澳大利亚舰船将尽快部署一艘微型无人潜艇 来确定声波定位设备探测到的信号是否来自失踪的客机 他说海盾号将停止拖延美国海军的脉冲信号定位仪 并且在星期一晚间派出一艘蓝旗21深海无人潜艇 休斯顿在珀斯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六天来没有探测到任何信号 因此我想现在是开始进行海底搜寻的时候了 这艘微型潜艇将利用声纳扫描的方式 在印度洋海底搜寻失踪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休斯顿还表示星期天晚上在印度洋海域发现一片邮寄 但是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来检验邮寄的来源 有关当局警告说失踪客机黑匣子的电池 一旦耗尽 调查人员将失去最主要的搜寻手段 黑匣子电池的设计寿命为30天 或许稍长一些 这架马航客机已经失踪38天 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有关当局已经确定 白人至上主义者克洛斯是星期日在一个犹太社区 和一个犹太退休中心外杀害三人的嫌疑人 克洛斯将于星期一出庭 他被控预谋杀人 警方说现年73岁的克洛斯使用一支猎枪 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 奥弗兰德公园郊区的犹太社区停车场 打死了一名成年男子和一名男孩 警方表示克洛斯随后开车到附近的犹太退休中心 打死一名妇女然后在一所小学里被逮捕 警察局长道格拉斯说 有关当局还不能确定这是一起仇恨罪行 奥巴马总统说这起枪击事件是恐怖和令人痛心的 他还表示他和总统夫人米歇尔支持遇难者的家属 另外在智利方面 智利官员表示港口城市瓦尔帕来所发生的大火 已经导致至少12人丧生至少2000所房屋被烧毁 瓦尔帕来所位于智利首都圣地雅哥西北大约120公里 有关当局星期天曾经宣布大火造成16人死亡 但是后来减少了死亡人数 1万多人被疏散其中包括一座监狱的200多名女囚 大火是星期六从城里一座山顶上 蓬户区上方的森林地带燃起的 大火借着太平洋海风之势猛烈燃烧 目前消防队员正在奋力控制火势 同时数十架飞机向火场浇水协助灭火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街头部署军队维持秩序并且防止抢劫 有关当局设立了避难所 瓦尔帕来所有大约2万25万人口 色调鲜艳的民宅使这座城市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的世界遗产 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的一处公共汽车站 星期一发生爆炸 恐怕造成很多人死亡 爆炸发生时人们正在上班的路上 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 伊斯兰激进组织伯科圣地经常发动这类袭击 他们试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 执行严格律法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 上星期疑似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人 在博尔诺州发动离次袭击 打死至少60人 自从伯克圣地组织2009年发动反政府暴动以来 据信他们已经杀害了数以千计的人 国际特赦组织两个星期前说 仅在今年就有1500人死于跟伯克圣地有关的暴力 好的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重要国际新闻 好 在中共当前反腐斗争中 中央巡视组众人在身掌握各地各部门官员的生杀大权 这一架构是反腐利器呢还是现代锦衣卫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探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探讨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BOA卫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制度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拍照要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敏感的 你们知道吗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恪 中华民国政府败送中华 家世博士天下市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在当前中共反腐斗争中 中央巡视组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并由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亲自当纲领衔 据中国媒体报道 到上个月底 13个中央巡视组已经全部进驻巡视地区 单位展开工作 今年前两轮要完成对20个省区市的巡视 另据人民网报道 自2013年5月起 已经有13个被巡视地的82名党政官员 和人大政协委员被查处 其中9人为省部级官员 中央巡视组重任在肩 掌握着各地各部门官员的生杀语夺大权 有人认为是中共反腐利器 也有人形容其为现代锦衣卫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好 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您好 您好 好 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skype参加节目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 张先生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 我们欢迎两位参加节目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这个电话号码对于大陆和台湾 两岸的观众同样的适用 请您拨打400120551参加我们的节目 发表意见提出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二位来一起看一看 就是说这个中央巡视组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者组织 主要就是它的成员机构的设置等等 这一方面有哪些特点 我想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 我对这个巡视组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一报一报吧 我觉得现在用这种巡视组的办法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刚刚发生不久的这个新闻 就是让河南的巡视组被当地政府这个派人包围 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种解访过去他们惯用的这种解访的手法来对付巡视组 本来我以为这个巡视组能够就地解决一些个就是在北京的信访局 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当地解决 现在看实际上巡视组的工作在地方的阻力也非常之大 这一切我感觉都是一种没有制度的一种内附的这种监督机制 而不是一种这个公众可见的 而且是随时存在的制度化的这种繁复 所以我很怀疑这种体制的效能 所以像这样一个制度吧 一个呢使人想起就是汉代就开始的这个刺史制度 刺史制度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汉文帝时候开始 这个派这个刺史到各地去巡行俊献 然后呢这个发现各种的问题以后呢 来进行这个报告和处理 那么它是当然算是一种澄清励质的方法 另外就是唐天宝五年开始的这个巡案制度 后来到明朝的永乐元年也把这个制度也执行 那也是派这个监察御史到各省各道去考察历史 然后呢这个算是拜天子巡守 然后呢这个各个省府中县的长官都是考察对象 大事呢奏请皇帝这个采决 小事就及时处理 所以这种情励组它是这个我觉得很像是古代的这种制度 当然那个说的不好听的话呢 过去这个对中纪委这样的部门还曾经有过像这个就是锦衣卫啊 东厂啊这些说法 那么现在好像看呢 至少它是走出去了 到地方上去这个去巡视了 但是这个办法还是老办法 这种巡视组的这种很原始的办法 使我们感觉就是我们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而还仍然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均主制的封建国家所采取的这套体制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好谢谢张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请您补充一下 就关于这个体制 它这个机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重要从事走这种成立的方式 就显示了中共现有的这种司法检查体制 是完全失灵 所以在用这种非常传统的这种方式来进行 那么中共它的所有的过去的这个政治行为 就想尽一切办法来拒绝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元素 那按照现在的文明艺术的话 你就是检察院 你的反弹系统是可以公开的 是可以透明的 是可以专业系统的 那正是因为拒绝这一套系统 才采取这种所谓的这种损失走这种方式 我觉得损失走这种方式的 其实成立已经很长时间了 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 基本上是装模作样的 基本上是虚告它的所谓的这个政绩的 因为呢 对这些各级官员的举报 长期以来就已经像雪片般的飞向了中纪委 飞向了中南海 中南海根本不是不了解这些情况 然后现在要装模作样 搞这么一个绅士走出来的 其实是王金山个人可展自己权利的一个表现 而不完全是为反弹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需要 所以所谓的那些反弹所形成的那些政绩的 集市中纪委早就掌握了 第一 绅士走的这些组员 大部分就是贪官 好 谢谢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现在线路好像有一点问题 接下来我再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 张立凡先生刚才您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指出 这个中央形势组实际上和过去的这位 过去的刺史巡案 还有钦差大臣这些制度根本没有什么两样 基本是中国封建社会 君主社会离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产物 但是另一方面您也说 您的对中央巡视组的评价是一半 是对一半 它也发挥了一些 在反腐动作当中 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不久前 比如不久前的三峡集团 这个案件就是中央巡视组去年年底 到那里巡视发现的 当然以前有很多的举报 另外我们看到人民网的报道 到现在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工作 已经导致有82个大大小小的官员 请问包括九名部级的官员落马 您认为巡视组至少它在面上 如果不能发挥特别大作用的话 在点上是不是也可以发到 所谓的杀鸡警猴这么一种作用呢 我想是的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巡视组更多的是一种威慑作用 那么当然也有撞在它枪口上的 就被他们拿下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 那么虽然这个 当我们现在从老百姓的角度觉得 这个有就比没有强 然后呢觉得这个 好像看到了一点希望 其实呢这个东西确实是治标不治本 就是你没有办法从体制上来消除 这个贪腐的这种温床 为什么这个贪腐的根本的问题 实际上还是这个一党专政的 这种体制所造成的 它没有这个公众的监督 没有一套这个制度上的监督 所以才会不断的资深腐败 才会不断的前不后继 但是呢 现在的巡视组呢 它可能起到了一个暂时遏制的作用 因为巡视组的这个势头很大 又是来自中央 那么有一定的威慑性 可能暂时的能够这个 就是缓和一下社会矛盾 社会冲突啊 给这个公众带来一些希望啊 以避免就是这种 这个社会的分裂进一步的这个加剧 但是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 并不是一个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 只是这么治标不治本下去 我们看这个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现在像包围巡视组 然后解访这样的手段 已经都用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长期以来 中央跟地方的这种博弈 然后还有加上高层之间的这种博弈 现在一直在持续 而那个新的一届领导人 自从上任到现在 其实他们那个 在中央这个层面上 除了审判了薄熙来之外 还没有做成一件事 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啊 就像打仗一样 你一个战役拖得太久了 那按兵法上来讲 这就是兵之栽叶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不容乐观 好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V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 所谓中央巡视组 在中共的反腐斗争中 能不能发挥利器的作用 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讨论 可以拨打我们的 免费听众热线电话 400-120-0551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现在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发表他们的意见和感想 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我想说这个巡视组反腐啊 可以看到他离这个 现代文明国家还有多远 真是 说他是那个 现代的锦衣卫反腐啊 也抬高他了 你看锦衣卫 当年明朝的锦衣卫 抓了多少那种 皇帝身边的红人 能够使大明王朝延续200多年 中国这个王朝 可能200多年嘛 根本不可能 现在反正周老虎 把费了9625子也反不下来 然后那个李鹏 那个三峡集团的 那几个高官都另有任用了 我看看都行 什么这种反腐 哎呀真是没办法 中国这个社会完蛋了 这样反下去的话 这中共真是完蛋了 我就说这点 谢谢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 再请两位听众观众朋友 参加我们讨论 江西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您听到我的简话 现在就可以发言了 吴先生 你好 你好 先生你好 就是说 这个刑事组啊 这种刑事啊 根本就没什么用 为什么呢 你要是如果真有刑事手下来 刑事的话 那些访命为何不解决 在这个北京那个影响好不好 影响好不好 我说问你影响好不好 如果是这样的那些访命 应该解决 你这个贪官 打个贪官 你这个钱是给谁的 他不是你这个中共 中央的这些人的吗 中国的钱是富的猫鼠 只有外国的这个报 中国的那些 那个成果得到 人民得不到 或者这个电话国呀 也不是什么东西 这个都是 你那种真正的这个国家呀 那你过电话国就不管 这是什么回事 好的 好 谢谢你 接下来是江苏的西先生 西先生您好 您又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我认为好 就是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 应该说你任何的其他的 什么制度啊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你这个法律 他即使有什么事情 他都没办法去公正的 去做一些审判 或者去干什么干什么 他们呢都会有可能 就是要走一些人情啊 走一些什么的 他们为了自己的一些 利益的关系吧 好的 谢谢你江苏的西先生 刚才我们已经有三位 听众观众朋友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和平 刚才这几位听众朋友呢 基本上都是认为呢 中共靠自己的 所谓的自己的机制 来反腐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知道 中共一直在说 党要管党 意思说 他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管好 那么我们看到 在中纪委 中间 在中纪委的部分委员当中 比如讲 最近刚刚被查的 中国科学党总书记 深维臣 他本身就是中纪委的成员 但是他现在也已经落马了 这就跟你刚才所讲的 基本上差不多 你怎么看待 中共应该如何反腐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 现在的反腐不是两个特征 第一个是贪官在抓贪官 第二个是每一次抓一个贪官 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的贪官 中央选取走这两方式 是没有任何价值 和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有在现代政治文明 操作一个破坏性的作用 中国腐败的根源 不是在某一个官员 尤其不是在某些地方官员 中共腐败的官员 首先是在体制 如果在表面看起来 表现看起来 就是在中央 现在需要的不是中央 顺势走 是应该顺势中央走 根本的问题 就是在政治局常委 根本的问题 就是在政治局委员 因为他们是不受到 任何监督的 所以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家属 他们反腐 腐败方面的这个经验 是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官员 能够比的 如果地方官员是贪污几千万 几百万 或者是几个亿 那么中央领导的这些子女 他们的家属是几十亿 几百亿 现在是上千亿 甚至更大的这个经验 所以中央自己腐败 怎么会让地方也能够干净呢 原来你整个体制是能力 都是错误的 你怎么样这个能力理顺呢 我觉得中央顺去走是 王金山个人野心的一个表现 中央顺去走是 中共体制没有办法的一个扭曲的一个表现 中央顺去走是中共领导人 完全拒绝政治文明的一个表现 所以根本不要在 他什么发现了某一个案子 或者是举报了某个案子 给他一个丝毫的一个肯定 不是的 这个恰恰相反 这是民后人们的眼睛 使人们会感觉到好像反腐败 还有一些希望 其实没有的 更多的贪污腐败 因为反腐败也被掩盖起来 所以中共体制不进行 根本上的变革的话 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不管王云三也都强硬 或者习近平也都强硬 这都是没有价值的 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好 谢谢何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VO卫视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 第一个话题是 中央巡视组 究竟是反腐利器呢 还是锦衣卫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120-0551 接下来我们来接几位观众 听众朋友的电话 河北的薛先生 薛先生你好 沙子好 请讲 薛先生好 我是有这么样一个看法 首先我非常徒义 刚才胡平先生的分析 这个中央巡视组 按现在说 他只能 也起一个政策 对基层 但是问题 他并不是 完成在于基层 从上的 从上省 从法律 从各方面来的 都存在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 他集中于 中央巡视组 也说明 帝方的 公权法 这一切的系统的话 他起不到作用 中国也实际上号称是一个法治国家 公安 司法 检查 中央还有监察部 都起不到作用 只能 就是 用这个办法 但是这只能解决一时 起一个震慑作用 根本问题 就得如像 刚才薄平先生所说的那样 必须得从根本上 从制度上 从法律上 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只能说是震慑 我就找这么多 谢谢河北的薛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请简短 请讲 请简短 周先生是您 是这样的 我觉得那个 刚刚何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说的 这个这些问题 都是正确的 观点是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 你让共产党怎么做呢 他现在不这样做也不行 如果不做 老百姓更看不出希望 对吧 如果说 老百姓的希望都没有了 共产党不住 而完了嘛 对吧 我觉得 首先说 我觉得他可能 只能这样走下去 但最终可能 肯定是 必须要体制改变 这是肯定的 走民主之路 好 谢谢四川的周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田先生 田先生你好 田先生在线上吗 是您请讲 是我吗 请简短 田先生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央巡视组啊 只要一个皮毛作用而已 真正要是反腐的 还得从总根源上弄 如果一把手不腐败 郑居常委他敢腐败吗 常委里面不腐败 郑居敢腐败吗 郑居不腐败 中央委员敢腐败吗 好 谢谢 郑居敢腐败吗 是 好 谢谢河北田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请讲 我很赞成 主持人好 我很赞成两位嘉宾的意见 他们的意见是我 这么多年来共同的思想 好 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来做一下这个回应 因为刚才四川的周先生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论点 就是说中央不这么做呢 也不行 就是说你不反腐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 没有希望 那么现在的这个中共呢 只能是说无所适从 它必须得这么走下去 那您怎么看呢 这就是中国的最爱啊 就是我们这个走了 就谋求宪政 谋求民主 走向共和走了一百年 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 等于走来走去 我们又追尾了 又走回这个封建王朝末期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宿命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 毕竟现在已经和一百年前不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时代 这个我想任何的欺骗啊 这个忽悠啊 都那个起不了作用了 只有是要么就是切实的进行政治改革 要么就是被历史抛弃 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执政党来讲 多数人恐怕也 这个至少像我这个层面的人和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网友 他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啊 中国出现动乱 那么我们也不希望出现 就是像一个政权突然崩溃之后 出现的那种 就是这个各种的暴力冲突啊 等等陷入这种无序状态 所以呢 在目前这种状况下 对于中央行事组这种 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也就只能是 这个姑且让它存在 但是我们继续 发表我们的意见来进行批评 指出这种方法不可能 彻底的解决问题 我们还是谋求 在理性的前提之下的政治改革 我想舍此之外 执政党也没有什么别的筹路 谢谢 好的 VUA卫视时事大家谈 关于中央巡视组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 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 张立凡先生参加讨论 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周永康是否江中筑起防波堤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美国之音 VU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 卷入的腐败丑闻案 至今没有落地 正因为如此 各种传闻不绝于媒体暴障 最近有消息称周永康 曾经求助 属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 此后得以筑起了一道防波堤 那么这道防波堤 究竟为谁而筑呢 周永康这只大老虎 是不是将难以弃绝于武松之手呢 周永康案 是否成为无法落地的悬案呢 美国之音 VU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今天请分析人士来一同的探讨 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何平先生 还有历史学家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欢迎两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我们的热线听众电话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首先请问一下何平先生 何平 上个周末呢 在明镜网上报道了很多关于周永康的消息 其中呢都说 周永康在被拘押的不久之前 曾经前往江泽民的驻地附近 住在一个宾馆里 要求江泽民来会见 等了好几天 最后江泽民还是接见了他 会见了以后 江泽民北上北京和习近平等人 谈到了中共高层反腐的问题 双方最后达成了默契 就是到周永康为止 周永康可以说是一个防波堤 但是我的问题是 如果存在这样共识的话 周永康他本身是不是在保护之列 案件会不会搞到他的头上 还是搞到他头上以后 更多的政治局常委 不再接受任何的调查呢 我们一直在尽量的请找各方面的这个消息 来这个印证他这个反腐败的这个进展的这个状况 但是在这方面是非常的艰难的 所以我们的网站我们的媒体 尽可能把各种消息的都能够澄清出来 给大家去印证 给大家去判断 然后也给历史的未来进行印证 我们今年年初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这个元老门开始反弹这个 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这个反腐 所以当时我们出来以后 这个消息在北京也流传 这个很广 一般人认为了这是比较符合中国政治的这个现实逻辑 那就是因为呢 如果技术反腐败下去 那政治局常委就无人可以姓名 没有几个人不涉及到贪污符合问题 就是所以这样的话 中共整个体制是由此而会产生彻底的崩溃 进行的崩溃 所以他们在这个意义来讲 为了保护整体的这个中共利益集团 他们只惩罚某一部分人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我反复讲过一点就是中共的反腐败 第一是贪官抓贪官 没有什么清官抓贪官这一说 没有什么警义这一说 第二个就是美抓一个贪官 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更多的这个贪官 如果拉了这个周永康来作为建品的话 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意义来讲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但是现在我们具体螺识到周永康这个个人来讲 已经有这么多的事情披露出来了 无论是海外的媒体国际的媒体 还是中国大陆的经营阶层 甚至一般的一批老百姓 都知道有一个周老虎了 如果这个周老虎最终是拉不下来 那证明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 是彻底失败了 你不会抓一个什么省委书记 省长在来来来互论一下大家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习近平和王毅上 非得把这个周永康拿下来不可 如果拉不下来 那么这个体制的关系 那么这个习近平本身的政治权威 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他未来要做什么事情 就没人去理他了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 他是非得把这个周永康拉下来不可 而我们得到了这个有限的资讯来看 就是最近几个月公布的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原来的消息是说 这个六月份之前 但是这个时间是不断的在推迟 我们所尽量的能够得到 比较准确的这个消息管道 来印证这些消息 也进行了一些交叉的印证 但是实际上是一直在排斥 排斥的原因当然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 就是体制内的这个阻力 什么叫体制内 就是政治对常委的阻力 什么叫政治对常委 就是政治对原来我们 比周永康一样的贪污 或者是比周永康贪污的更多的人 在帮助这个周永康 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周永康 也是帮助他们自己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一个 极其关键的时刻 如果不拉下周永康 那么习近平就失败了 所以习近平也要顶上去 所以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 有意味的情况产生 从现在的政治逻辑来看 我比较偏向于相信 周永康这种还是必须拉下来 好 谢谢和平 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 刚才在上半部的节目讨论中 您说中国走向共和走了100年 也没走到 那么同样的这个周永康案 我们是披露了 这个披了半年多还不止 现在也没有最后露出来 所以您在京城在北京的话 您最近听到什么样的 这个有关的这个传闻 以及他们的真实性如何呢 我还特地地向这个 因为元纪是扬州的人士 我正好跟他见到 他还跟我谈起了这件事 也就证实了 就是他从扬州的官方 他证实了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就是州去建江这件事是存在的 那么后来这个发生的一系列情况呢 现在我们看这个真相来看 恐怕也确实是这种走向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一个多月前 这个我在这个当初 FIG这个就是国际这个 有一个记者组织 他们把公布这个中国权贵的这些个 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离岸账户的时候 我就曾经预言可能出现一种 骑虎的局面 这种骑虎的局面就是 如果不把老虎打死 就只有被老虎吃掉 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 现在还骑在老虎背上 老虎还是没有被打死 那么当然这个目前 我们也听到一些说法 就是党内的元老们 开始这个对质疑 现在的这种反复方式 这点呢我记得我在我们的节目 以前的节目中我也谈到 我们现在这种 就是四面出击的这种 这个这种战术的话 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这种同时我也感觉到 就是这种情况 可能造成这个高层的进一步分裂 那么现在来看呢 可能这个老虎所采取的是 一种人盾战术 他就是自己有了危机了 他一定要让其他人 都跟他绑在一起 让他们一同感受这种危机 然后呢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我想现在可能这个目前 就是处于这么一个形式 所以也有人这个评论说 有可能周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连党籍都还能保留 但是会有党内处分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不过我还是比较居同于这个 和平先生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骑虎难下 还必须得下 而且老虎还是非打死不可 为什么呢 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一年多 上台一年多 连个周老虎都打不死 那这个中央说实在的 那个微信可能比那个胡温还要差 我完全就等于所有的事情都白做了 前面所有的这些铺垫都白做了 那这个我觉得就很难领导下去 甚至于可能从倒 就是当年这个胡耀邦赵紫阳的负责 所以我们今天最近这几天也在观察 像这个胡锦刀先生去朝拜这个 胡耀邦的故居这件事 其实呢我觉得现在从中共党内的 各派的力量的这种均衡来看 现在有可能是团派需要亮相的时候了 前一段时间呢 这个以这个现任最高领导人 为代表的太子党 他们奋力打虎 但是打不辅辱 所以呢往往就是在这种形式下 有一个第三方出来的时候 才能凸显它的重要性 而这个胡耀邦作为这个团派的祖师爷呢 它本身又有比较好的这个政生 所以呢它是一个中共的一个优良资产 他们有可能来盘活它 好的 这个是我到目前的观察 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听听众观众朋友 对于周永康案的最新发展 或者没有发展有什么看法 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我们从官方媒体听不到这种消息 只是从政协会议时间发言着李新华 回答外国记者是对周永康的问题 答复就是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我认为习近平想建立一个亲民连接的政府形象 就必须在法律面前的人平等 如果确实问题确实属实 就必须依法惩判 不然的话要极大的影响习近平的执政威信 谢谢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接下来是长春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反一个是一个吧 是不是反一个是一个 如果按你们说的连王金山都否定 那就不能反了 你们要完全就彻头彻尾的 这谁都知道 咱们根本解决问题的事谁都知道 如果按那种要求 实权实美 那就得多少年以后了 我说就是反一个是一个吧 没办法了 好的 你们对王金山起码还有个好人 好 谢谢长春的张先生 接下来是上海的闫先生 闫先生您好 保身你好 我想话不多 我感谢那个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 他们的分析 他们的想法跟我是那么的一致 我其实没什么话好说了 我只想在这里想保身 我想这里你别以为我在发神经病 我想笑嘲笑共产党 我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神经病啊 谢谢上海的闫先生 接下来我请和平来回答一下 和平尽管周永康案 现在没有什么进展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媒体 还有香港南华早报 英文的南华早报他们的报道 周永康的旧部 包括成都市委的常委 组织部长赵苗 最近也被拿下 当然上个星期 前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 周永康过去的大秘也被拿下 这是不是说明 周永康的案件仍在进行当中 我看到南华早报 对张立凡先生的采访 张立凡先生说的 当局现在有可能还在进一步的 搜查证据 来回击证据 您怎么看 是的 因为这个案子牵涉的审份很多 牵涉的系统很多 牵涉的人员很多 那么中纪委现有的人 人力高检 现有的人力都很不高 所以他采取一点方式是 分案处理 分人处理 分批处理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是对有一些 这个实案的人开始进行审理 比如像刘汉 比如对这个 前省委书记 这个前省委副书记 这个这个李春成 他们进行这个 党级上面的一个处理 行政上的处理 开始进入这个 司法的程序 那么在还有一些人 继续地进行抓捕 其实我每一次 就是说抓贪官 为什么是保护了更多的贪官呢 其实无论是这个 哪一个体系在抓的时候 大家都很清楚 不是说只有市长贪 市委书记不贪 其实市委书记 市长市委常委 每个人都贪 但是为了这个体系的 这个安定性 那么先抓一个市长 或者先抓一个副市长 实际上这些人 说这些情况 并不是今天在完全掌握的 早就掌握了 只是他为了某一个班子的 这个稳定性 为了某一些的这个政策 不要受到太大的波及 他采取一种分批的方式 然后呢 或者采取保护的一种方式 不是说今天发现了一个案子 马上我们把赵美娥 这给抓起来 其实赵美娥的问题早就有了 而且早就有把这个材料 掌握在手中 所以他提起这个以前的 这个教训 从技术上来解决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分批的处理 比如对三下公司的处理 对电力公司的处理 对中国移动公司的处理 他都是采取这种方式 现在你抓五个人 或者抓三个人 然后我进一批新的人 等这批人掌握了权力 稳定的证据 我又抓另外一批人 所以前进后这个案子 会只是很长时间 所以周恩康这个案子 他比这个陈进的案子 还要不同 他是影响的更深远 时间会更长 他设计的部门更多 那你就要以前抓了公安部 那下一步就是国安部 对吧 国安部长会不会下台 这个或者是其他政策系统 要不要下台 是不是暂时先保住这个曹建民 先把这个安全部长下来 这等等等等 他这个王岐三也好 习近平也好 他们都有一套小小的盘算 就是分批分人 分案 一步一步处理 因为他没有能力 全部把它吃下来 即使他都知道 这些人都是一伙的 所以他要一步一步来处理 不完全是根据案情的进展 而处理的 而是根据他的这个能力 和这个 需要这个 不要受这个部门 或者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影响 或者政治影响 来采集的这样分批措施 好的 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 总裁何平 以及北京历史学者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不过各位观众朋友 请您不要离开 稍后的法律窗口栏目 将下您介绍 美国一名罪犯 如何开始全新的阳光生活 请您锁定收汗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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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的影星小库珀古丁主演的影片《王者之风》 讲述了一个前重刑犯的故事 这名犯人刑满出狱后建立了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 结合自己的亲生经历 把从国际象棋中所领悟的哲理 教授给正在人生道路上徘徊的青少年 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王者之风》2014年年初上映 被誉为令人鼓舞的励志电影 影片主人公以尤金布朗为原型 布朗今年68岁 一生中有40年的时间沉溺于吸毒和酗酒 而且从来